疫情下生意愈来愈难做 B&I 非商会各行各业精英 接受我们非虎台专访 分享如何在逆境中求成 Let's go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非虎台 今集我们的嘉宾是一位有型有款的嘉宾 他亦可以说是昌王 他就是Johnny 欢迎Johnny 谢谢 我知道Johnny是昌的一代宗师 但其实当初为什么会入行 还有为什么会同窗戒下不解之缘 其实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加入过华籍陆军 后来在华籍陆军中 我们接触到很多窗骸 我跟一般男生一样 也很喜欢的 很多男士都是 是的 其实在我退役后 都是过着平淡的生活 在2000年我看见黄文德主演的一部电影《飞虎》 在里面他们有一个射击的比赛 这个射击的运动就是国际实用射击 IPSC 但其实他和坊间的战场很不一样 他不是一个对战 他讲求的是一个安全 以及一个个人的锻炼收养 但我知道Johnny你除了喜欢射击之外 你本身也是一位导师 當初為何會從事導師這個行業呢? 在我的窗會裏面 我都玩了好幾年 我很喜歡這個地方 我覺得我可以為這個窗會貢獻我的什麼呢? 結果我就去學習做一個裁判 然後我再去學習做一個導師 其實要成為一個裁判 有沒有說要經過什麼考試 或者要上什麼課才可以做到? 首先有一個資格就是兩年的射擊經驗 然後再通過課程的學習和合格考試 才可以成為一個裁判 對你來說你覺得這個過程難不難? 其實我覺得如果熱愛那一種東西 其實是不會覺得難的 就算用盡自己的方法都要學會它為止 看得出來其實Johnny是非常熱愛射擊這個行業 其實我也想知道你覺得你在愛上這個活動之後 再成為導師之後 最大的得著是什麼呢? 所以我們要做導師的過程 我們面對都有很多不同的學生 所以我們要很清晰去表達 我們要教他一些射擊的技巧 以及在場地的安全這些知識 我們都需要有效地去傳遞這些信息 對你來說這些信息是否啟發到你人生的一些道理 或者一些態度呢? 是的 其實這個世界有很多種不同的人 我用什麼方法去將一些信息傳遞給他呢? 這個對我的溝通技巧是有很大的提升 會否其實在射擊上面會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或者一些秘訣 會否這些東西可以應用到在你平日常生活上呢? 其實在我們國際使用射擊來說 我們講求的是快、狠、準 速度、準成 而狠呢 我的體驗就是一個果斷 果斷 是的 就好像我們日常工作一樣 當然要快、靚、靚、靚 老闆經常說要快、靚、靚 但是準成和果斷都是必須的 很特別的 原來這個射擊的技巧 是可以成為一個人生的哲理 又提升了一個層次 以及剛剛聽到Johnny你說 之前都教過很多不同的學生 會否有些學生 其實令你印象比較深刻、難忘一點 也有的 在很多年前 有一位在國內北京 作為保鏢的一個行業 他是故意飛來香港 去學習實用射擊 做保鏢是甚麼的保鏢呢? 知道嗎? 他是私人保鏢 是 但好像有個肚子 是的 他自己出了一本書 那本書叫做《中國第一保鏢》 很厲害 就這樣聽這個名字 《中國第一保鏢》 肯定不惹笑 但當初為什麼他會離學呢? 他也在一些媒體上 看到這個實用射擊 這個運動 是很快的 速度 他自己作為一個保鏢 他也有接觸射擊這一部份 所以他專門來香港去提升 當時他學習的情況是怎樣 是自己來 還是跟其他人一起來 他很有趣 其實他跟太太一起來 就跟太太說來香港玩 誰知道玩一玩一玩 是來學射擊 他太太心想 不是來旅行的嗎? 不是來購物的嗎? 為什麼來學了射擊? 是 但是那個過程是否也很愉快 很開心 是的 很開心 不要看他 他高了我一個多兩個頭 六尺多高 是 好像阿勒斯華森尼加這麼大隻 但是他很虛心 是 很虛心地學習 但是你會怕 你會怕他在指導的時候 怕不怕他會不開心會生氣嗎? 因為他作為一個學員的身份 他又很虛心 他又很友善 所以是不會有壓力的 是 大家都好像一個分享 交流 是的 一個分享交流 除了這位中國第一保鏢之外 會不會還有其他的客戶 或者學生 令你好印象深刻 另外還有一位 又是來自國內的一個航空警察 航空警察 即是在飛機上做警察 是的 在國內的航班 原來有一位持槍的航空警察 去保護乘客 是 那學的過程又是怎樣? 他這次是自己來的 他也是自己來香港的 他本身也是高大威猛 跟空小一樣 像你那樣英俊 像我們兩個那樣英俊 那他學的時候的情況如何? 他本身 我看到他的體能 一直學習射擊的時候 他的體能都很合理 他是學習我們 使用射擊的快速技巧 會不會更加容易上手 他們學的時候 本身體能那麼強? 都會的 剛才說過兩位 他們對槍械都有接觸 但他們給我的回應 原來射擊可以有這麼高的速度 還有我知道 Johnny本身在訓練的部分 還有Team Building 這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其實你對於Team Building 這方面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人說Team Building 不是一班人一起做一個小組的活動 去做嗎? 但是我透過這個射擊運動 除了射擊之外 我會引發我的學員 去了解自己 去引發他們 了解自己的Being 剛才如何去參與這個運動 這個我們叫做Coaching 我會在學員 進行一場射擊之後 我會引導他 去了解自己 剛才如何去參與這個運動 在過程中 他的速度又是怎樣 他在思考什麼呢 其實引發他去想 原來他在日常的生活也好 甚至乎工作 為何會有不同的呈現呢? 明白 其實Team Building這部分 Johnny你有沒有特別 很想針對哪一處的人 或者哪些團體 去做這個訓練 如果在企業方面的Team Building 其實我的目的只有一個 就是協助這些企業 他們的員工去互相認識 透過這個運動 透過這個活動的時間 互相認識之餘 互相了解他們的優點 在工作的團隊裏面 互相去包容 以及發揮他們 每一個人不同的長處 我知道Johnny很好 他亦有心理 很想去幫助青少年團體 其實為何會特別想幫他們呢? 其實在我小時候 我也有做同軍 我覺得一個青少年 在成長期間 有一個正確的活動 運動 又有思考的訓練 以及在射擊來說 我們會提升個人的快速思考 運動又可以是身體的協調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情緒管理 明白 是多方面的 不止雙贏 是Win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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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來說 是的 亦想問一下 現在是疫情的關係 會不會對你們的行業有些影響 因為我知道 本身Johnny租的地方 其實有三千尺這麼大 是 可能會比較上 會不會有些吃力呢? 變成這段時間 都會有的 其實這段時間 我們都是 響應政府的呼籲 去遵守這個限聚令 我們三千尺的地方 也好 我們都是二人限聚 我們全場都是兩個人 是 那就去遵守這個規則 是的 但是有沒有想著 其實接下來有什麼方法 可以去迎戰這個困境呢? 其實現在是發展到 是一個小組的培訓班 是人數少 但是可以開得多些 是 人數少 就可以學的時候 更加精密一些 可以是密集式一些 也想問一下 其實加入了B&I之後 你覺得對於這個行業的發展 你自己的發展 會不會都有幫助呢? 我覺得在B&I這個平台 是一個很好的 推廣射擊運動的地方 因為剛才我所說的 其實做一些企業團隊的培訓 都是在B&I裡面找到的 一些中小企 另外一方面 青少年的團體 我們都適合的 我就這樣聽 看到Johnny那種熱誠 愛射擊的行業 其實你自己有沒有說 最想做到的一個目標是什麼呢? 其實最想做到的目標 就是 令到每一個參與射擊運動的人 都有所得著 可以提升個人的素質 最重要是有東西帶走 是的 可以帶到東西走 但是有沒有一些訊息 你很想現在看我們的觀眾朋友 可以拿走的呢? 我最開心的就是 實用射擊 好玩又刺激 其實最重要是好玩又刺激 你覺得好玩又刺激 好玩刺激之餘 還要有收穫 是 你覺得對你來說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這麼多年來 對我最大的收穫 就是 認識了很多朋友 在射擊的平台裡面 很多同好嗎? 通常會大家一起去交流 是的 我們在總會的比賽 大家在不同的窗會 不認識的 但是都很容易有話題 是 會定期有些活動 有些集團嗎? 是的 其實在疫情之前 我們每個月 都會有公開的比賽 是的 現在就沒有了 明白 現在就少一點 是的 希望疫情穩定了 我們可以重新 再開始我們的射擊比賽 明白 我們都非常期待 亦都很期待 看到Johnny的英姿 拿著一個很漂亮的窗戶 一個英姿 多謝Johnny 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們亦都約定大家 下次再見 我們先說一聲 拜拜 拜拜